真好吃耶 鳳梨呢 已经被我看掉了 你一个人吃两份 你还吃掉宅宣 命志的日式 好 现在2024的美国大选 现在关注点搞不好 就会在德州这件事情上面 我们看到这个德州的副州长 这个派崔克 他们讲说最高法院裁决后 德州并不会停止在边境设置 这个刀片刺网 因为主要就是因为 他们现在德州有非常多 来自墨西哥的一些移民 这样不断的进入 所以他们现在说 要尽可能的这个布设电线 不会停止 如果拜登政府派遣 这个边境巡逻队 消除这些障碍的话 将会与州当局产生对抗 那共和党员甚至还警告拜登说 不要控制德州的军方 所以这有26名的共和党州的总检察长 他们现在组团警告 这个拜登政府 如果不想要这个德州的官员 跟该州的军方合作的话 就在南部的边境的争端当中 让开来 所以现在变成共和党跟民主党 为了德州这件事情 已经这个闹得不可开交 让大家看起来 好像美国产生了内战一般 就连自走炮坦克通通都来了 在美国自己本身要出现这种内战的状况吗 美国的德州移民的问题 现在已经造成冲突日益升级 所以德州州长 他现在无视最高法院的判决 加固在美墨边境的铁丝网的一些围栏 然后展开一个孤星计划 一系列的军事行动 甚至有25个共和党州表态会支持德州 有10个州还派兵南下支援 现在至少有4000辆的汉马军车 还有72辆的M2战车 48门的M109自行榴弹炮 都被送往了德州的边境 这个冲突升级 人家开始觉得说 哇 美国是不是自己要产生内战了 内战一词更是被送上了 像是Google的热搜榜 那大家很担忧这个事情会不会持续的扩大呢 那有分析认为呢 这个德州对于联邦权力的干涉 已经达到自上个世纪50年代 废除种族隔离案以来前所未有的程度 这也反映出来不断升级的紧张局势 凸显说现在民主党跟共和党 他们在移民的问题上面其实是分歧的 但是没有想到那么的严重 就等于藉由德州这件事情给爆开来 美墨边境现在变成两党 在大选年的角力舞台 那我们紧接着来看看 拜登感觉好像搞不定德州 但是川普还趁机火上加油 有很多共和党人现在高呼 要国家离婚 由共和党控制的红州 将会与民主党控制的蓝州 进行国家的离婚 这是共和党的众议员 喊出来这样子的口号 哇 一个国家要拆分成两边 国家离婚真的可行吗 那我们看看这个德州的副州长 现在怒呛说你不要来惹我们德州 德州有权保卫自己的公民 有权保卫国家 我们可以做好我们的工作 别来惹我们德州 我们对于边界的 这个保卫边境是认真的 是不是真的要开始内战呢 那我们看有60亿的公众 是支持德州跟这个墨西哥的边境 建造一些隔离墙 那认为说 如果拜登阻止建造这个隔离墙的话 那就是迈向内战 就是一种宣战的动作 那白宫虽然赢得了最高法院 阻止德州的支持 但是选民并没有站在 白宫跟最高法院这一边 川普就马上就出来喊话了 他说他当上总统 一定会有所动作 我们来听听 所以现在俄罗斯也在看好戏了 他就说 美国可能要爆发内战 现在俄罗斯还去嘲笑了美国 那另外我们看看 现在美国人 搞不好只在意的是经济 因为你看美国的经济 靠赤字跟债务堆砌 虽然美国公布了去年第四季GDP 暗季增长3.3% 但是赤字同样也在增长 增加将近50% 到了5100亿美元 公众债务甚至增加到 8,340亿美元 也就是说这个强劲增长的背后 都是靠赤字跟债务堆积而来的 光是去年已经发行了 22.7兆 这个美元国债 已经超过了2020年的债务狂潮 那我们看光是一月份呢 也激增了980亿美元 所以现在看起来 他们的这个经济状况 真的是十分的堪忧 那选民最大的期待是什么 有18%就说如果只能选川败 这两位双老对决的话 他们宁愿不投票 那这二则一恐怕是 美国现在最不愿意面对到的 甚至还有这个德州的内乱 也是感觉这个针锋相对 我们先来问一下 靳老师怎么看这个德州的问题 美国的50州 只有德州是原来是一个独立国家 然后加入美国的 他是先独立 然后才加入美国 所以他加入美国是有一个条件 你知道 就是所有美国50州里面 只有德州有这个宪法的安排 他脱离美国联邦 他不需要得到 华盛顿的联邦政府的同意 他自己可以决定 所以德州在美国一直就独树一个了 而且德州人 他有很浓的这个德州口音 德州口音 事实上很多美国人也听不懂 他们深深以自己的口音为好 所以他有很强的地域观念 地域观念 所以他的独立意识也很强 那你说美国会不会打内战呢 没有一个国家不会打内战 我跟你讲 只要内部矛盾 政治人物没有处理好 就会造成内部的纷争 我们中国历史上也 内战也没打 也没停过 谁说美国就不会打内战 民主制度不打内战 这个不可能的 打内战的国家 不会因为你什么制度 而是问题你内部的 分歧摆得平摆不平 那有人认为美国的这种制度是所谓的 这以前有些政治学者 我以前做学生 他叫这种超级长久稳定政治结构 意思就是说他这个民主制度 可以解决所有的内部分争 所以内部不会争论 那现在不就是 你看美国现在这个超级稳定政治结构 稳不稳定 不稳定嘛 而且美国历史上也打过内战 我跟你讲那次的内战跟目前美国的状况是很接近的 内部情是很接近 19世纪美国打内战是什么 北方的州跟南方的州 对于美国是不是继续续奴这件事 以这个怎么讲 观念怎么样 冲突 然后北方的因为他是靠工业的 南方靠农业的 南方需要大量的 不是廉价 而是根本免费的这种奴工 那他的经济靠免费奴工 那北方他们已经搞工业化 他不需要这种奴工 所以他就说你们搞这个 北方人就对南方人说 叫说你们搞这个蓄奴 这个是不人道的 讲起人权来了 南方就说 你们不需要奴隶 所以你才告诉我不能用奴隶 你们这些人讲话都是怎么讲 自己不了解别人的问题 就用自己的标准来横断我 站着说话不要 结果南部各州就结合起来了 就跟北部对抗 就打起来了 南方也成立一个新的国家 在李将军的麾下 就跟北方打了好几年仗 死伤极为惨重 这一次美国又死差不多因素 因为很多富有的州 还有自认为思想开明的州 他认为 我们为什么不能让这些非法移民 到我们美国来呢 这个到美国来的话 是我们表示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讲人权的 不能在那边搞一个 这个刀片的那种铁网 这都我们美国没面子 南方这些州的话就讲说 这些移民都从我们家过来 都到我家来这边 把我的秩序搞乱 你在那边讲人权 你在那边讲形象 结果所有负面我来搞 不是跟当年的 有关蓄奴的问题 现在的主题不是叙奴了 不是黑奴了 现在主题是移民 所以呢 美国事实上的话 这次是挺危险的 好 来 老师 美国跟有邻居 跟拉丁美洲 借的这些州 他们确实是被 被这些非法移民 搞得头昏朗胀的 他们痛苦不堪 那当他们面对 这些民主党的 的态度的时候 他们曾经也把 他们的非法移民 送到纽约 送到这个民主党的州 说那你们那么喜欢移民 我就给你们吧 那也引起那些州的抗议 所以这些 共和党为主的这些州 他们就觉得说 你们这个民主党的 这些州的州长 都是伪君子 就是一方面说 应该让他们移民 那我就把移民 都送给你们了 你们又不收 那因此呢 对他们来说 我的高墙已经不够了 所以他们在 这个高墙上面 就加了这个蛇行网 这个蛇行网是刀片网 那是很利的 很危险的 但是问题就在于 非法移民者 还是想办法要越过去 那有些人就受伤等等 联邦政府就提起诉讼了 提起诉讼 后来联邦法院判决的结果是 联邦政府胜诉 要求这些 像德州 这些州要把这个蛇行网拆掉 德州的州长就拒绝了 拒绝 那联邦政府要执法 所以派的联邦政府的警察 就是FBI 或者是这个边界的巡视员 要去执法 那德州的州长就 依据宪法付给他的 因为 每一个州 他们都有国民警卫队 而他是双重领导 也就是说他一方面 要接受州长的领导 二方面他也要接受 五角大厦的领导 但是在平常时期的时候 州长的领导是比较重要的 战时的时候都是归五角大厦 可以直接领导跟指挥 所以他们是双头马车 五角大厦跟州长 都可以指挥这个民兵组织 那现在是平时 没有宣布战时 所以这个民兵 这个国民警卫队 是归州长指挥 因此州长就下令 继续干 那就跟联邦的警察 联邦的政府军 就对峙起来了 确实 这个会面临宪政的危机 因为美国的宪法 没有写得很明白 那他的职权 也没有写得很明白 而州长确实是有 指挥调动国民警卫队的 这个权利 那现在对峙在 那个地方的时候 该怎么处理 我们看到目前来讲 25个州 就是共和党的州 都支持德州 然后就跟民主党的州 就对抗了 那就是分裂了 第二个呢 总统候选人 也分裂了 而且呢 川普是更加的激进 川普是除了刚刚 我们在电视上 所说的以外 他还说 要对于境内的 所有的非法的移民 全部都要驱逐出去 已经进来的 也要赶出去 那当然就引起 他们的支持者的喝采 那川普当然就 更加的强悍了 我觉得这个 内部的移民 非法移民的问题 确实会给拜登 在选举上 产生很不利的影响 好 将军 美国宪法 是所以写不清楚 是因为当初是 13个州 拼起来的 并不是心甘情愿 统统一提 一个并进来 都并进来 他赋予州很大的权力 所以你看 你到美国去看 每个州的警察 制服都不一样 那个追逃犯 追到那里停了 我不过去 不是我的管辖权 所以这个民兵呢 本来是在国家来讲是 他的国军的预备队 就是打取仗来 联邦政府有权征召 但是平时呢 平时我们看到 只用来救灾 维护次序 这些东西 但这是很严重 这是能够把大炮 坦克车开来 这个阵仗就不是一般的了 德州啊 我去过 德州老不信很自大 什么都认为 因为他地大了 他连他的牛排 都有40盎时 我看过在餐馆 那个40盎时 我不知道怎么吃 我们吃个8盎时就饱了 16盎时吃撑了 他有的牛排馆 号参他有40盎时 就这个州很特殊 第二个 德州本来就是抢来的 德州民风比较强 当初他的开脱的移民呢 那是要把墨西哥人赶出去 其实这块地是墨西哥的地了 不是美国的地 第二个墨西哥穷 当然希望他的移民 在美国也移民很多了 有亲戚朋友啊 拉 那川普为什么能那么嚣张啊 因为他抓到美国人 American great again 这是第一个 白人至上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 美国经济现在衰败了 人口看了西班牙语的人多 我到加州去啊 到南边去看 那马路都是什么 全部英文反而不普遍 你讲西班牙语 更流 更流 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说 这个国家会不会发生内战 大家认为不可能 刚刚杰大使讲过 当初为了一个黑奴就干起来了 那现在在川普这种 极端主义的煽动之下 美国的一般老百姓比较穷 有钱的是那些寡头的公司老板 所以这个贫富之间 我跟你讲 美国人看病都看不起来 很多homeless的 原来还是银行的副理啊 我说你为什么当homeless 他说有的说 我离过两次婚 所以我家务很少 有的说我生过一场大病 所以我什么钱 他的homeless的数字不低 不是我们想象中间那种 那种乞丐一样的 他很多啊 为什么 美国看病很贵啊 几十万美金一下就没有了 现在你问美国劳联盈家里面 能够存了有一千块美金以上去应急的都没有 他们都是月光族 所以这个贫富之君加国债加内部这个东西 他的分裂也不是不可能 当然他的知识分子精英分子是不赞同的 但是在川普这个疯子啊 这种骚啊 老不信认同啊 移民夺取了他的社会福利 白人可能沦陷被二整国民 第三个 美国的到在国际上到处吃鱉 美国要去付全世界的保护费 川普开的条件 我要是美国人我也会认同啊 因为你每个国家都是为自己打算的嘛 所以在川普这种疯狂骚动之下 不无可能 至少美国分成两半 打不打是另外一回事 分裂的很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州忙回来 好 我们关注一下 现在美军在中东这边 因为传出来说 第一次由美军参与到这边的战争 真的被夺命了 所以美国媒体讲说 他主要CBS的报导说 当下发生是在凌晨 第22号塔的基地里面的 美军的军官其实都在睡觉 那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情呢 现在初步报告显示出来 当时部队他认为 这是敌方 误以为这个敌方无人机 其实不是敌方 他们以为就是说 自己的美军无人机 所以没有把它击落 那当天这个敌方的无人机 就是尾随一架 美国的无人机 接近了这个基地 才让这个防卫系统反应延迟 而突破防线 最后呢 这样子空袭而丧命 造成了多位的美国的军人 死亡甚至受伤的消息 那现在美国华府 他们讲说 美军预期身亡 是在约旦里面的 这个美军基地 约旦赶快喊说 不是 不是发生在我们境内 他们说这个无人机攻击 不像是华府稍早通报 在这个约旦境内的事情 而是发生在叙利亚的军事基地 那为什么美国必须 要讲说是约旦呢 就是因为约旦跟美国是有盟约的 他不能被人家发现说 他可能在叙利亚这边是偷偷设有基地 所以还得要匿名 用这样子一个匿名的官员证实 的确是在叙利亚哈萨克省的沙达迪基地 在星期一的时候遭到这个火箭弹的袭击 那他们并没有正式公开承认这件事情 连官员出来讲都是要采用匿名的模式 所以我们看看这个美国是不是有可能会被卷入这场战争呢 现在美国的官员讲说 驻约旦的美军遭到袭击的时候 防空系统混淆目标 那是伊朗在幕后主导的吗 可是现在找不到任何相关伊朗指挥攻击的证据 伊朗的外交部也否认说 这不是跟我们不相关 他们的发言人直接讲说 我们没有涉入美军驻约旦基地 遭到无人机攻击的相关事件 那美军在尾巴战争这边 现在是留下了第一滴血 那伊朗是讲说 这件事情没有关系 但是同一天稍晚一个伊朗的情报机关的官员说 是他们的盟友组织所策划袭击的 那我们再来紧接着看一下 奥斯汀现在是不是要强势付出呢 现在全球都在担忧说 拜登的报复行动会使得伊朗升级危机 美国媒体美联社就讲说 现在美军乙军跟伊朗支持的真主党 就是跟伊朗支持的真主党 是应该这样子 美军乙军对上了伊朗支持的真主党 这些民兵组织 他们现在冲突不断 所以每一次的搏火都让情势升温 外界越来越担心这个擦枪走火 会变成一个全面性的战争 连英国前驻联合国的大使就讲说 美国恐怕会在24小时之内 来回应这一次的袭击 因为他们觉得说 这是跟伊朗相关的武装团体 可能是最后幕后的主使 那再来我们看一下 美国的防长奥斯汀出院之后 他说会采取必要的行动来捍卫美军 但是白宫这边是讲说 要避免跟伊朗产生军事冲突 再来我们看看美国的官员 他提到 美国其实不寻求跟伊朗的开战 但是这个反应 至少要做到一定程度 要足够强硬的程度 不能觉得好像 你这个袭击我 我当没事一样 所以可能这一定程度的反击 会是怎么样呢 我们真的是来看看 是不是像英国所说 24小时之内 我们可能就可以知道答案 那彭博的分析 他说打不打伊朗 现在对于拜登来说 是一个非常头痛的问题 也是他连任的一个关键问题 美军可能会采取一种 隐蔽的行动 也就是说 我不是正面跟你宣战 我可能会采取一种 比方说代理人 或是用别的方式 来做一个隐蔽行动 然后来以示威慑 那因为现在毕竟 有这个尾巴战争 俄乌战争 还有这个台海 现在目前印太整体的问题 拜登恐怕已经 无力在另辟新的战场了 但是是不是还是要 有所防卫跟回击呢 我们首先来问一下 介老师怎么看 这个事情事实上 这个拜登非常非常难以处理 所以拜登他的 他发言第一时间就是说 他们要查明真相 那美国一定会对这件事情 做出报复跟反应 可是他前提是说 他把真相要找清楚 那现在只有一个组织 叫这个伊拉克的 伊斯兰抵抗组织 他们宣称是他们干的 那还有人在讲 还有说这个 这个有一个 伊拉克有一个真主党旅 可能也是动手的 所以到底是谁动手的 那美国现在也没有 也没有很明确的公布出来 因为这是无人机造成的 一个突袭 那这个美军内部 为什么会被无人机突袭 因为美军自己 有架无人机要降落的时候 所以呢 他另外攻击无人机 就跟着他一起进来 所以美军就在这个时候疏忽 那这个无人机就接近 就一颗一颗飞弹打下来 把三名美军炸死 这三名美军 都是在他自己的 不是在他 都在自己居住的地方被炸死 所以这个是 这个以巴战争以后爆发以后 第一次美军在附近的地方 产生上网 当然了 就是说这一些附近的 很多反美的组织 民间的组织 基本上都有伊朗的影子在后面 都是伊朗在幕后支持的 因为你要知道 就是说这个伊拉克的情势 虽然美军在那边驻扎那么久 而且被美国控制以后 可是那个北部的地方 实在是没有停过 太多的这个交战团体 太多的美国所谓的这种恐怖组织 民兵组织在里面 所以我觉得美国第一个 真的说实话他也要厘清 那第二个呢 如果说厘清知道谁打 他有直接证据 这是伊朗指使他的嘛 伊朗已经说了 伊朗的外交部发言人 第一时间就说 这件事跟我无关 我们没有着实任何人 去攻击美军的那个基地 这一点我觉得就已经 让伊朗在这个 所谓的这个 将来的双方的争执中 伊朗已经先声夺人 他说跟我无关 那你美国 你如果要攻击伊朗的话 你要拿出什么 你要拿出证据来 你要拿出证据来 那除非你有直接证据 不过就美军的情报来讲的话 这一次说实话 也有点落期 为什么 你这个整个空中的 卫星的这种监控系统 难道没有办法 能够追踪这一架无人机的 出发 从哪里出发的 是不是怎么样发射的 这些美国 美国都应该要拿出情报出来 那不过我觉得美国也有可能 那么好 攻击以色列 攻击伊朗的话 不由美国出面 而透过以色列 也有可能 因为以色列事实上 有攻击过伊朗的 直接的这种 过去的这种记录 所以现在大家就看你 美国怎么样处理这个问题了 因为美国要不讨回来的话 事实上的话 美国在将来这个区域的 面子也放不下 威望受严重的损失 所以现在我想拜登 是一个头两个大 好 来文赖老师 拜登确实面对两难 因为国内的压力很大 这次是美国大兵死亡 三个人 34个人至少受伤了 所以很明显的 这次的性质跟以往不太一样 以往美国在叙利亚 跟伊拉克都有设军事基地 从去年10月到现在 统计每一天都受到攻击 到目前为止 统计的结果是有165次的攻击 可是没有一个人死亡 这代表什么 代表过去在叙利亚跟伊拉克的民兵组织 对美军的军事基地的攻击 是属于骚扰性的 政治性的 也就是凸显美国在叙利亚跟伊拉克的 设军事基地是非法的 是破坏一个国家 侵犯一个国家主权 他们要求他们撤离 这样的一个目的 可是这次是有意的 去打死人 而且要打死很多人 那这次成功的原因 主要的就是因为 这架无人机飞得非常非常低 低到你雷达都侦测不到 而且飞得很慢 然后飞到最后是等待 等到美国的无人机要回来了 那美国的 为什么等待到美国人机要回来 美国人无人机要回来了以后 他们的防空系统 为了避免打到自己的飞机 所以就在他回来的那段时间关掉 这架无人机就尾随后面就进来了 这代表什么呢 代表他们对于美军的标准作业程序 掌握得很准了 所以知道这是美国军队 他们的营区的一种标准方式 不然的话 这架直升机一飞上来以后 就应该会被发现 要不就是被雷达发现 要不就被警卫发现 结果都没有被发现 他尾随着进来 那另外一个部分里面 他的时间点选得非常好 这是我们在长期待军队服务 我们最清楚的就是佛小攻击 他在四点多就是 我们在熟睡 要准备要起床的 那一段时间进行攻击 而且很明显的是 针对于美国的大兵 因为他是打在宿舍 所以打在宿舍 让这些士兵措手不及 因为他是被突袭成功 他来不及疏散 很明显的性质改变 性质改变那也就是说 开始要杀美国大兵了 我觉得这个对美国人来讲 他目前拜登 他必须要回应 可是又要如何回应 他真的是拿捏上很困难 好 来问帅将军 这个跟伊朗宣战是不可能 因为美国没有这个实力 派的陆军部队跑到伊朗去打一仗 但是他要回应呢 方法很多 亚利斯查明是伊朗的某个组织某个 他可以是用无人机去举杀 斩首 或者发动一些旁边组织的对他的骚扰 因为美国现在根本没有能力应付 以色列那边的战场 俄乌的战场 这边的战场 还有红海海峡的问题 所以已经到了焦头烂额的地步 所以这个问题 陷入美国很两难 你要回应到什么程度才够分量 他还要花时间思考 这个情报不能算是疏漏 因为战场上没有绝对的事情 没有绝对可以防范 或者绝对可以拦截的问题 所以这个事情只能说 这个组织很聪明 长期观察 你美国营防的行动 无人机出动 返航时间 你的警卫的程度非常清楚 所以才有跟着屁股后面 能够炸毁 因为照美国的防控能力来讲 一般的无人机是对它没有伤害的 但是两样东西 红海这边的游击队 你也掌握不到它什么时候攻击 只要有 那商船就受问题 这种你在叙利亚驻军 还在抢人家的石油 你要是叙利亚老百姓 眼睛看了自己国家的资源 被你美国拿去卖 百分之八 这种就是盗卖 对盗卖 所以这种对美国人的仇恨 怎么能解呢 所以尤其这一次 加沙走廊这个战争 我跟你讲 从现在开始往后 全世界的恐怖活动会增加 因为实际上 我打不过你美军 但是恐怖活动 我跟你讲 英国跑不掉 你处处当美国的这个马前竹 就跟他搞 我相信英国的国家安全防范 比不上美国 所以英国的 我预计英国将来的恐怖活动 会增加 美国也会有 那会扩散吗 会扩散 因为你造成太多的仇恨 对 你所有的伊斯兰国家 连人家沙古地本来不支持伊朗 你生鱼派跟什叶派是合不来的 为了这次事件 也就全面反美了 好来看一下 目前美国的内乱状况 在德州这里 最高法院下令说 边境的铁丝网必须要撤掉 但是德州非常的不满 就杠了中央说 非法移民是入侵啊 现在全美至少已经有 27个州表态支持德州 甚至还计划要派出 国民兵来协助保卫南边的边境 那前往德州的车队呢 陆陆续续展开说 要号召70万人嘛 连这个前陆军中校都讲说 有其他的组织 现在敦促退伍军人要加入啦 不只是我们昨天提到的卡车司机 有现在很多的退伍军人也要加入到这个边境抗议的行列里头 他们讲说啊 现役跟退休的一些执法人员 军人 退伍军人 还有守法热爱自由的美国人 通通要陆续加入这个抗议的行列 那德州的军队也在陆续集结 我们从画面上来看 有许多的军人从飞机上头啊 陆陆续续的这个搭机抵达了德州 然后甚至军人们开始大批大批的集结在铁丝往前 正在进行一些备战的措施哦 所以人家真的很担心 看到了这样的军队集结 甚至是退伍军人也陆续抵达了这个德州 是不是也反映出来 美国真的很有可能会发生内乱的情况 那现在拜登就讲说要釜底抽薪哦 他们说要把这个德州的国民兵收归联邦吗 那德州州长就警告就说 你如果敢这样子做的话 就是在向非法移民开放边境 也是你会犯下的最大错误 这恐怕如果真的这么做 也真的是会得罪共和党的一些选民哦 那我们看到德克萨斯州的警卫 也在跟这个联邦调查局哦 发生争议的时候 高举这个有种拿走的这个旗帜哦 这个旗帜显示在这个钢萨雷斯这个旗帜哦 飘扬在奥斯汀总部的下方 就本来他们的旗帜下方 现在挂上这个旗帜 那这个旗帜哦 其实是在德州革命当中最著名的旗帜哦 他们已经把过去革命的这个革命魂啊 全部又挂了起来 已经在跟中央喊话 所以看起来美国的紧张氛围 持续在蔓延当中哦 那昨天让大家非常的惊吓 是说纽约时报有报导说 在冰州这里有一个男子哦 他跟他父亲的意见不同哦 他竟然就就斩了他爸爸 他这个影片还这样子 嗯就是他太po出这样子的影片 然后高举着父亲的 嗯这不能不能描述 我们不能在电视上面描述 他这个影片反正非常的血腥啦 那后来他就被警方给逮捕了 这个冰州男子叫贾斯丁默恩 他指控他的父亲迈克哦 是一个工作20年的联邦雇员 身为国家的叛徒哦 现在勇士下地狱 竟然用这样的一个指控就是 竟然父子可以为着不同的理念 反目致辞哦 那他宣称自己是美国民兵网路的指挥官 痛骂移民痛骂拜登政府啊 还呼吁美国各地的民兵要联合起来就地 嗯对对抗这个联邦的官员 所以看起来真的是非常对立的一个情势 那紧接着我们看看这个陈文倩 文倩姐他有提到 嗯他说川普讲出了很多底层 美国人的心声哦 因为现在反川普跟讨厌拜登 两者同时存在 美国最大的核心就是边境议题 还有反移民的议题 其实也隐含着种族主义哦 那美国的贫富差距也使得 很多的白人 现在已经落到了贫穷线底下 也使得现在川普的势力是越来越大 美国现在经济的危机哦 还是要求中国大陆 因为美国的这个经济明明很火热 可是哎看起来联准会还考虑降息哦 因为他们在美东时间 因为31号的下午2点 连续4次说这个利率是维持不变的 那现在目前利率是来到 23年来的高点 也就是说目前可能这个降息的时机点 还有待讨论 那这个不高增长的背后人家说 原来是赤字跟债务堆积出来的 他现在有半数的美国人竟然拿不出1000美元哦 所以看起来这个经济情势真的是非常的不好 反过来我们看一下 CES展每年的年初在展开 那大家讲说现在不是中美的贸易战 科技展打得很凶吗 结果没想到在里头 这些展场里面的主要位置哦 有四分之一是来自中国大陆的品牌 这次参展厂商大概是4300多家 那中国大陆的厂商哦就有1100多家 这个数字比起去年还增加了600多家哦 所以换句话说 这个中国大陆现在变成比较愿意砸 砸出这个行销成本的一个主要厂商哦 那所以美国当然还是不能够断掉 跟中国大陆这个贸易往来啊 对于很多的企业来说是不能这样子做的 那中国大陆在汽车方面 现在变成了2023 全球最大的乘用车的出口国 那他们去年这个总出口量已经到了 414万部 超过日本只有397.8万部 换句话说就是超越了日本 本来大家觉得说日本的地位很难撼动哦 那说啊中国紧追载后 没想到这么快速在2023年就已经超车日本 现在成为全球最大的乘用车的出口国了 所以从这个制造业或者是在科技业都展现出来 中国大陆的一个经济实力哦 首先我们先来问一下 杨老师怎么看这个美国的内乱 美国现在这个会不会面临到内乱 当然这个叫政党内乱 或者叫民主内战 那各位事实的数据是如此 在拜登执政的时候 2021年非法移民从南部边境 墨西哥 这个德州 新墨西哥 Arizona跟加州的四个州的边境 进来的非法移民的数字 173万人 2022年237万人 去年2023年350万人以上 最多的是去年2023年5月 每天8000人就这样进来 被拦下来的没有办法进来的还不算 然后呢就开始特别在南方各州 尤其是共和党掌控的这些红州 很大一块社会福利的这些影响就会被分掉 因为你要安置 你的费用哪里来 很多加州的朋友 我们在加州的朋友都告诉我们 其实加州的这些社福费用 也面临到很大的影响 因为加州政府是民主党 采取了比较宽容的这个作为 所以有68%根据最近的民调 美国人是反对拜登的移民政策 认为他失败了 而这里面更深层的是什么 更深层的是 现在美国的白人大概占美国人口58% 不算西班牙裔 他们说到2040年 将会降到50%以下 就比少数族裔加起来还要少 所以作为这样子的一种发展 那越来越多 没有工作技能的反这个移民 非法移民 那进来之后 其实就大概都不会太回去了 然后呢 分掉了社福的预算 而且造成整个美国人口的 这个结构的变动 很快 我觉得20 如果照这个速度的话 2040年以前就会达成了 因此这都是拜登上来比较宽松的 以及在边境上 比较宽松的这些移民政策 这移民当然知道拜登 现在还是总统 万一明年川普上来了 因为那个围墙是川普盖的 所以赶快趁现在 所以我觉得今年会越来越多 那这个问题 就给川普一大支柱 2016年川普怎么当选 他就说是因为在中西部的底层白人 外国的这个工厂 外国企业经济拿着 抢走我们的工作机会 而且我们又分不到这些东区 华尔街 这个加州那些人得到的利益 所以中西部的白人 通通都可以投给他 那摇摆州也通通投给他 这一次我觉得他就觉得 整个南方白人 会受到移民的影响 我们会失去我们种族的地位 跟优越感 你等着看 接下来这个问题 会持续的下去 变成去帮助拜登 这个当选最主要的因素之一 好 请教将军 美国这次真的是事情闹大了 你看这边旗子挂出来 就是上面有一门炮 上面一颗星星的旗子 这个旗子的故事 我讲给大家听 这个小镇叫钢萨斯 那在1851年的时候 美国的移民 那时候整个德州 还是属于墨西哥的 墨西哥的领土的一个州 然后美国移民到这个地方来 到这边来有一个小镇 叫钢萨斯 那到这边来 因为我就到了 这个墨西哥的国土里面 那时候大家不要忘了 我们经常在这个西部片里面 看到有这个印第安人 跟他们之间打仗 打印第安人 印第安人会去损损 这个小镇的居民 钢萨斯的居民 所以墨西哥政府 就给他们一门大炮 借给他们一门大炮 来对抗墨西哥人 但是事隔四年之后 到1835年的时候 这个墨西哥 军队要把这门大炮收回来 他认为说你美国 你们这些移民在这边 那还不是美国 你们这些移民在这边 做乱 我要把你大炮收回来 就他们这钢萨斯州的老百姓 就不还 不还 不还他们就 这个墨西哥的军队 就组织了100多个人的骑兵 要把这门炮 这个抢回来 因为这是我们国家 军队的这个武器 要把他拿回来 那钢萨斯 这个老百姓就是 你敢来抢 我就不还你 那我们来打打看 然后一方面拖延军队 一方面就跟周边的这些邻居 跟他们都是移民一样 叫他就一群过来 大概100多个人 就跟墨西哥军队打了一仗 然后就为了抢这门炮 那抢这门炮 结果是墨西哥军队打败了 当然这场战争无关影响 但是经过美国 美国的渲染之后 我们讲说革命 其实不应该是革命 就是这些移民 脱离墨西哥政府 宣布独立的第一场战争 他们定义在这边 所以你看这个旗子上面 是一门炮 然后上面写着 有种来拿 就是有种 你就来给我抢回这门炮 那现在把这门炮放出来 这个旗子挂出来 那是不是代表德州 又要恢复 钢萨斯那个时候的那种情景 有种你就过来拿 他是跟谁呛下来 就是跟拜登呛下 有种你就过来 对不对 如果说你不符合我们 你今天硬是要让移民进来的话 如果说你要违反政策 我就不让你进来 第二个我特别要讲 大家看一下这张照片 就是军人来讲 从飞机上下来这张照片 我特别仔细研究一下 我跟各位说 这德州真的是在动员国民兵 因为这架飞机 不是美军的运输机 你看他为什么来 因为他只有一个螺旋桨 从屁股后面下来的 这种叫做C-27的运输机 美国最小的军用飞机 叫做C-13栋 跟我们国军一样 你看他只有一个螺旋桨 他一边只有一个螺旋桨 这个一般来讲 就是国民兵 就地方政府的军队 在使用的运输机比较多 而且你看他这个 下来军人虽然说穿着军服 但是他们有时候没戴钢盔 就是比较散漫的样子 不像说是美军正规军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觉得说德州这边 我们可能在影片里面看出来 美国真的是德州这边 国民兵确实是向这个地方 来做一个集结 甚至于有没有可能这架飞机 说别人过来声援德州的 我觉得美国后续来讲 拜登可能很头痛 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 紧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 现在目前美国内战变成全球 关注的一大话题 特别是在德州这边 已经在边界都开始设起了障碍物 要阻止非法移民的进入 还跟这个拜登的联邦政府 已经开始产生了这种角力战 那德州的军事部 在1月30号晚上PO出来 士兵在边境安装这种 加装铁丝的相关的照片 就在这边晚上他们就这样子 PO文出来让大家看看 所以德州没有要退让的 那就有记者就问到了 问这个德州的副州长 说这样持续冲突 会不会变成美国的内战 他们讲说德州不希望 跟拜登政府对抗 但是德州拥有宪法权利 我们的做法是对的 德州还有一个名言 就是我们不打911 为什么 就是因为德州的民风 非常的彪悍 那他们的持枪率 高到几乎人手一枪 所以连明令禁止的 这个机枪其实在民间 都有3万多支 那所以看起来 这个德州的强悍 恐怕这个拜登 也是有点头疼 那另外我们看一下 现在包含了一些 共和党的一些州 他们现在都要 大规模的来挺德州 说要夺回边境的车队 现在已经有70万人 要到这边来德州相挺 预计在2月3号 就会抵达德州 向拜登政府抗议 我们画面上面看到 很多的这种车队卡车 他们就沿路载人 大家这个浩浩荡荡的 从佛罗里达州集结 穿过阿拉巴马州 到密西西比州 然后到路易斯安那州 一直到德州去 所以他们在沿途 非常多人浩浩荡荡的 这样子还要折来折去 一直到德州这样子 通通要来声援德州 所以真的感觉好像 要出现一场美国的内战 而且是民主党跟共和党的内战 已经比起4年前更加的对立 美国越来越撕裂了 包含川普跟拜登的这一次的对决 就从这一边 德州的事件开始反映开来 那我们看到这个车队的总招就讲 我们只是普通公民 农民退休警察 不是疯子 我们是美国的和平集会 德州的共和党众议员也提到 卡车司机就是美国精神的象征 德州欢迎每一位的卡车司机 等于是共和党已经表态了 就是他们是挺德州这样子 那另外德州与拜登的关系紧张升级 州长被爆出来 还引进了极端分子来对付移民 那拉丁裔的美国公民团结联盟 他们说呢 德州州长阿伯特在边境冲突发生 不断升级之际 煽动极端分子做出暴力的行为 大家必须要提防怀有这种仇恨目的的 这种州武装极端分子 他们故意制造出冲突跟舆论 好帮共和党来 这个筹募选举资金 所以民主党现在很头疼 面对到这个德州问题难以解决 也面对到拜登的民调 迟迟拉不起来 他们现在贤驴尽穷要靠谁 要靠泰勒斯 小天后泰勒斯 那美国的新闻周刊 他们有一个民调说 18%的美国选民表示 如果泰勒斯表态支持特定的总统候选人 他们极度可能跟着泰勒斯的选择投票 那泰勒斯这一次的大选 没有公开支持特定的政党 但是他在2020年的时候 曾经发推特来说 他在11月一定要去投票 因为他很讨厌川普 说要把川普赶出白宫 那现在拜登必须要靠泰勒斯 据说他们的团队很紧急的 很积极的 向泰勒斯在寻求联系 因为他最近在寻回 全球寻回演唱会 所以不知道哪一场 搞不好拜登会在演唱会上登场 不知道跟泰勒斯这样同台 是要有没有什么合唱还是表演 反正就是要寻求大家的支持 他的粉丝如果能够变成他的选民的话 那就太好了 那对于拜登来说就是 可以解决他燃眉之急 那我们看看现在 德州进入到了战争状态 他们讲说 这个是中国威胁 是中国大陆阿贡在搞鬼 那他们说 中国的网路上面一直在流传 美国边境状况的假消息 以热搜话题的方式 在微博这些平台传播 然后这些说法是没有依据的 他们讲说这个 美国内战这个词 是中国渲染的 推给了中国大陆来戒选 中国大陆戒选到美国去了 那可是问题很奇怪 我们看到很多美国的媒体 咪咪一堆美国媒体 都是用美国内战来形容 这个德州的状况 那怎么自己不说呢 CNN就讲 还有一个报道很奇妙 他说习近平还跟拜登承诺 不会干预美国总统的选举 说在去年11月的时候 拜习会 习拜会 他们就有讨论到这一次美国大选 然后习近平还承诺回应了 就说 就是不会干涉 王毅也给予了不会干预的明确承诺 让大家觉得很满头问号 因为对于中国大陆来说 就像这一位学者讲 上海复旦大学的教授 赵明浩 他提到 他说其实川拜两个人 对于中国大陆来说 就是两碗毒药 没有谁比较好 你们都一样 都是在渲染中国威胁论 所以北京要怎么样干预 干预什么呢 干预谁还不都一样了 所以对于他们来说 谁当选谁不当选 没有偏好 他们根本就无意要去管你们 这个竞选的方向是如何 那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 介老师怎么看这个美国的内战 美国内战 我跟你讲 德州的人还不危险 现在那个70万 从各地跑过去的人 那些人才是危险 你像他这个 他这种放下工作 或者说 为了一个政治目的 千里迢迢 这都是政治狂热分子 对 这个三年前 这个1月6号 包围美国国会的 就是这一批人 这批人有什么 骄傲男孩 然后一大堆这种 极右势力的 他们根本不晓得世界什么样 他们就在乎 美国是不是能够 解决内部的问题 然后他们都是仇视移民的 所以都有一点种族主义的底子在里面 所以这些人我觉得就是说 有一个政治号召起来 他们就纷纷动员了 但美国也很恐怖 随便讲一下 一个州动员一下 就70万人了 那这个70万人不是少数 而且这个美国很大 而且他们这些卡车司机 平常没事干 他真的是把他该干的活都丢下来就跑去了 去搞革命 这有点像以前清朝末年的太平天国 他这个洪秀前一几次 全中国很多这种 这个怎么讲呢 革命分子都去响应 所以这是70万革命分子 这些到了 有没有脆身 有 超脆 烤烤烤烤烤就对了 不容易啊 做大虎呢 因为我还烤烤烤烤 超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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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像兵哥有时候晚上有点小酌嘛 周末的时候就可以来配酒 真好吃耶 凤梨呢 已经被我看掉了 你一个人吃两份的 你还吃掉宅宣的 命质的日暑 要凉了不好吃 骨麦 嗯 有牛跟猪这样一组 先生讲说买回去还要烤很麻烦 不用 你回家之后就隔水加热 对因为我回家有试吃 就是这样子放到水里面 然后他用这个乌骨鸡 熬了大概8小时 我觉得很好吃啊 非常好吃 很嫩 好嫩的 非常好吃 看你们吃我都一直流口水 在聊天室里面 这个字顶的讯息 有一个网址点进去 他就可以点进去选 慢慢逛 疯狂买 只在时尚玩家购物 Let's go